出家的原因 当然出家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个人解脱 赶快消除贪嗔痴 但是呢 第二种呢 是全然的把生命奉献给众生 所以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那么还有一句话更重要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请问这年法师苦不苦 苦啊 他要实践这个精神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愿要把解决对方的痛苦 成为自己的生命的责任 去承担众生苦 所以叫比丘总待三分病 一个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你一定要生病 为什么 那你才不会忘了众生的苦 但是目的呢 一大早起床就在想着 如何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所以也因为慈激的这种 直接快速的方法 就能够号召很多 做了很多大事业 赚了很多钱 却很苦恼的人 然后他们开始去责报纸啊 做环保啊 去救苦难 他觉得这个比赚钱还快乐 乐此不疲 为什么 为自己在奋斗啊 再多 别人在称赞你 那是个压力 但是能够为别人奉献 甚至对方都不知道你是谁啊 我内心很快乐 很自在 很有力量 所以我想 正言法师就直接用这个方法 导致了很多人 一加入慈激以后 从此以后 就坐到牢了 为什么 就一直跑吧 一直冲吧 因为这个世间 什么不多 就是苦难多 所以佛陀把这个世间 用四个字来形容啊 念一下 纯大苦惧 就是纯粹很大的痛苦的汇聚 这个叫世间 不管 如果今天很多人移民到澳洲 觉得澳洲是天堂 那就不需要慈激了 为什么 刚刚我们执行上说 我们慈激有六个点 想尽办法 原来你在世间什么地方 都有苦难的 都有需要被帮忙的地方 所以 只是像我个人 我经常 我到很多国家 包括上个月还去雅加达 哇 慈激好大 我在想说 你叫我盖个柱子 我都没办法 怎么办 我有发愿 要盖老人院 医院 现在没办法 先养流浪狗 所以 那是无论如何 这要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念一下 随喜正言法师的福报 那是因为 正言法师有这个悲心承担 他自然有福报 能够 因为老实说了 六道里面最难度的 是哪一道 人道 因为三恶道很痛苦 很容易度 大家知道吗 天道 他很喜欢佛法 你升天以后 他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升天 我原来是做好事 我为什么会升天 我原来供养出家人 我为什么会升天 对欧原来受八万载戒 所以 他这天人就 天生喜欢护持佛教 那阿修罗道 很多过去也是护持佛教 只是什么 这个我要提醒各位 很多人很喜欢做善事 然后脾气不好 我跟你讲 你会去阿修罗道 所以阿修罗道就是说 他也很喜欢做善事 但是呢 竞争比较 所以在这种状态 那你就上不了天道 会去阿修罗道 但是慈激的委员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大家都会投胎做人 这是慈激的共愿 随着上人 一直来投胎 一直来服务 当然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修行的因缘 方法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这份悲心比较重要 所以 当然你悲心到一个程度 因缘成熟 那你也会看到一条路 哪一条路 是最适合自己的 都没关系 后面有几个字 来 慈激人间路 你在慈激坐久了 你就会找到人生光明大道 但是 所以在这边 我必须讲三个事情 因为早上我听汪前辉 居士说 我带着他们回向 我说 师父我没回向了 我说我需要你回向功德 我说为什么 你慈激功德那么大 回向我一点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 你没有回向 而且你可以回向一亿变 比如说你早上去帮助一个穷人 照顾一个人 你这个功德 可以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你知道众生无量无边 那功德就无量无边 回向就像你一滴水 把它丢在太平洋里面 整个大海里面 都有这一滴水的成分 所以我经常要跟我们 像我大家都知道 海淘法师不做人的事 都在做动物的事 他乃至呢 都在超度孤魂野鬼 等等等等 但是我每次跟汪世姐说 拜托把你们的功德回向给我 因为呢 我需要慈激的大福报 大功德 来回向给动物道啊 这些鬼道啊 当然你不用求我 我也会天天把放生超度的功德 回向持继 为什么 我认为佛教 没有单独的存在 任何佛教徒所做的 你做的就是我做的 所以任何一个道场的精髓 都是我们的佛法 一切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不分宗教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彼此回向 念一下 彼此回向 彼此随喜 所以别人做的好事 我们要随喜 自己做的功德要回向 就是这个意思 还没做到的要 要发愿 所以这三个各位 再做一次来 自己所做功德 要回向众生 别人所做功德 要内心随喜 还没有做的功德 要发愿 所以我们刚刚在车上 发一个愿 哇 在雪里开个素食馆 好了 他们跟我说 这边没几家 那这个太好了 这边市场那么大 但是家家餐厅 都有卖荤食 但是荤食里面 也有素食了 但是纯粹素的 我认为一定有 但是只是 不像我去温哥华 多伦多 去纽约 就很多很多 特别纽约的素食 还真好吃 所以一般说 台湾的最好吃 但我去纽约也吃到好吃的 我去温哥华也吃到好吃的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 每次我走到哪里 我都问人家 请问你这边有素食点 有吗 请你介绍我哪一家最好吃 我一定要去吃吃看 不是我贪吃 因为我每次去吃最好吃的 我就会把这个味道 不吃出去 因为我每天在念 这个味道好吃 供养你 所以 当然我认为 素食做的好吃 也是慈悲 但是 澳洲为什么吃素的 那么少呢 可能澳洲动物太多 所以大家就吃肉多 但是我想各位 讲慈悲 必须从自己的嘴巴做起 是吧 然后呢 从自己内心做起 所以念一下来 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没有一个生命 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这一点各位要相信 因为有一天 澳洲什么不多 就是鸟多 所以有一天 佛陀跟阿难 走在路上 天上有一只鸟飞过去 然后佛陀就问阿难说 阿难啊 你知道那一只鸟 跟你什么关系吗 阿难说 佛我不知道 然后佛陀就说了 阿难啊 你把地球上的所有东西 花草树木切成一片一片的 合起来算有多少片 阿难说佛啊 算不完 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说 阿难啊 天空飞过去的那只鸟 生生世世 做过你妈妈的次数 超过整个地球切过 变成百千万片的 好几百万倍 阿难啊 你相信吗 阿难那时候一思维就哭啊 真的吗 佛陀 佛陀说真的 从今以后 你看到的 天上的一只鸟 地上的一只蚂蚁 水里面的一只鱼 做过你父母的次数 没有办法算计 你要用这样的心 去感恩众生 去对待众生 所以我想这就是佛教 要我们相信的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 那这些父母在受苦 我怎么可以享乐呢 所以我在家很喜欢讲一句话 爸爸妈妈没吹冷气 我不吹 爸爸妈妈用不了好东西 我不用 因为所有都要先供养父母 还有一个愿各位要发 生生世世绝对不要比爸爸妈妈早死 因为会让父母很苦很苦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 他选了一个最爱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 然后他不让摩耶夫人痛苦 因为他妈妈生他七天 摩耶夫人就往生了 人家就问佛陀说 你为什么要选摩耶夫人 他说绝对不能让我妈妈看到我出家的苦 不然我的妈妈心脏会裂掉 所以那我想当然了 这是各位要发的愿 那讲到愿 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善事 你都可以发任何一个愿 包括拜佛啊 供养啊 去慈悲啊 去救苦啊 那你要把这个功德 除了回向法界众生 同样得到功德 然后再来你只要发一个善愿 然后这个愿 将来一定满愿 所以每天你都可以发很多很多的愿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那这个愿目的还是帮助那个苦难 你发觉现在公演很多老人 很痛苦 没事干 那你就要发一个愿 我如何让这些痛苦孤独的老人快乐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以后你就会很会讲笑话 然后呢 你就会天天去公演 每个老人都很喜欢你 因为你发了这个愿 像我也有发一个愿 我现在说没办法照顾老人 我就发一个愿 万一有一个老人快往生了 我去给他讲讲话 等我走了他就走了 因为我发这个愿 从来没有一个老人 包括我爸爸妈妈在我面前走的 我发了这个愿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留在那边 他就走不掉 因为我有发这个愿 希望这些老人家看到我都很喜欢 但是呢 我希望他们 我们帮他祝念回向 然后他怀着这种快乐的心态走掉了 但是如果在我面前走啊 不太容易 所以当然对我也很好 因为我这个人 如果要看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在面前走 我可能不行的 因为那个过程不太容易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自己发什么愿 到时候一定会满怨 当然我们现在老实说 会有压力 当你想要去帮助众生 你一定有压力 为什么 帮不完 绝对帮不完 因为这个世间越来越苦 越来越多灾难 为什么 人世间的杀业太重了 再来 贪嗔吃的恶业太重了 昨天我们在那边等着要坐车子 等了一个钟头 在餐厅 隔壁有个印度小孩子 才两岁多 打坐打好 运动干嘛 玩手机 这样 打坐的姿势 玩手机 玩得很专心 他爸爸跟他叫了半天 他不理他 印度人啊 他老爸只好把手机抢起来 他只好跟他走了 现在小孩子 连小孩子都在培养强烈的欲望 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不乱 因为世界违心着 所以我想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怎么又去帮助他们 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一直想要帮助世界 帮不完 但是后来我想到一句话 我师父给我讲了